为了援助受地震及海啸重创的日本经济 七国集团与日本政府联合干预汇市 降低了日元的升值幅度 使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目前维持稳定 但中共却没有参加这一金融救援活动 在国际事务中不负起相应的责任 已经使许多国家对中国表示担忧和戒备 法国媒体也因此发生批评 法国领衔协调了这一金融救援活动 法国财长拉加德事后表示很遗憾 没有获得来自中国的配合 而法国媒体传出不少批评中共对邻国日本见死不救的声音 批评中共拒绝承担大国的责任 法国的Le Post网在24号发表文章开门见山的说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却拒绝援助深受重灾的日本 法国快讯周刊记者克里斯蒂娜·卡尔德朗发表专栏文章 中国何时成为负责任的大国 指出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又试图占据发展中国家的优势 但无论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贸组织联合国气候峰会 还是二十强峰会上 中共政府一贯在涉及自身利益时表现出冷漠态度 拒绝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文章说 这一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使一切有关中国是否傲慢 以及中国是否拥有霸权意图的讨论都显得微不足道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中共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姿态 以及在国防、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等方面 表现得十分不明确 已经让许多国家担忧和戒备 瓦尔泰俱乐部俄方学者最近在俄罗斯发表了一份 探讨俄罗斯同美国关系的研究报告 担忧中国走向不明朗 指出俄罗斯可以通过和美国合作 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BBC国际部近期委托民调机构 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与2005年相比 对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持负面看法的人数 在发达国家 尤其是在西方工业七国 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其中多个国家 大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他们受访者也往往认为 中共的贸易行为不够公平 新唐人记者上宴 秉吟综合报道